我们现在要开大火 开大火 开大火 稍微炒一下 等它这个香味 有点出来就可以了 其实这道菜 尽管你加了辣椒和葱姜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把这道菜做得清爽一些 然后下葛肉 直接下葛肉 葛肉也再炒一炒 让它香味能够出来 如果任何炒 它葛肉的香味能够出来 是 激发出来 好 炒到它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之后我们就下葛瓜 直接放葛瓜 是的 其实这都是熟的 熟的 熟的 炒芸汤 记住了 一定要用芸汤 不要放清水 芸汤你就全浪费掉了 要两勺 两勺 两勺半 好不好 多一点点 有没有烧 好 要烧制 那在烧制的过程当中 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可以加 开始调味 调味了 对 这时候不要等它说都烧开的调味 我看你今天准备的调味料 还挺多的 放一点点鸡精 嗯 鸡精撒一些 把点鸡精进去 之后呢 放一点点的糖 就能够去苦瓜的苦味 而且还有一个皮线 对 这里很多人对苦瓜苦味很敏感 他吃不习惯 好 在这里我们放一点点的酱油 或者生抽都可以 一点 一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还有味道 嗯 刚刚刘友也说过 苦瓜本身是有咸味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盐 尽量 我今天没有盐 嗯 尽量不要放 好 胡椒粉来一点 加一点 所以你刚才用这个酱油 对生抽 生抽 然后呢 你就代替了盐 对对对 然后呢 因为放了鸡精 放了糖 然后呢 就这取它的这种圆汁 圆汁 鲜味 然后现在稍微烧一火 让它入味一下 嗯 这个烧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基本上我们这样开着锅 烧两分钟就OK了 烧两分钟 然后等它这个汤汁收一下 稍微收一下 因为最后面要不要打 还要打个芡 还要勾一个薄芡 薄芡 对对对 嗯 好 那现在这个汁呢 基本上有点收了 收了 那我现在开始打点湿淀粉 好 勾芡 对勾点芡 那湿淀粉的量不要多一点点就可以了 勾个薄薄的芡 因为夏天的菜如果做太糊啊 嗯 给来一种感觉就很黏 就让它挂一点 挂一点吃就可以了 夏天的菜千万不要做太糊 太糊就不好看 好 勾芡的时候那也一定要记着 就是我们大伙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 现在把它呢稍微搅拌一下 打开它 嗯 看我的芡很薄啊 嗯 薄薄 基本上是没什么挂芡 为什么呢 剩下的汤汁啊 如果说我今天口味口不好 半饭 半饭吃啊 对呀 里面味道也很好 OK 现在我们可以 好 那现在我们就已经呢 准备装盘了 是的 那现在在装盘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 整道菜的制作过程 做法 苦瓜切条 辣椒切长条 葱切段 备用 锅里水烧开 下入苦瓜条 滴几滴油焯水 热锅热油 下入葱段和辣椒炒香 加入隔肉翻炒 出香味后加入苦瓜 倒入煮花格的圆汤 用鸡精 白糖 生抽 胡椒粉 香油调味 烧开后 用湿淀粉 勾个薄芡 即可出锅 苦瓜 营养价值极高 富有多种营养成分 富含维生素B1 苦瓜还含有一种 蛋白质类物质 具有刺激和增强 体内免疫细胞 吞食癌细胞的能力 它可同生物件中的奎宁 一起在体内 发挥抗癌作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 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回观制作过程之后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四个字 简单 易学 我再加两个字吧 好吃 谢谢 然后呢 当然电视间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美味 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呢 可以根据我们屏幕上显示的 这个热线电话 来跟我们进行拨打 这样的话呢 我们每天都会从众多 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当中呢 选出前五位的朋友 送出由金龙鱼提供的 富含DHA和EPA的 深海鱼油调和油 那么快快行动起来吧 在这里同时要感谢呢 抑制健脑的金龙鱼 深海鱼油调和油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当然要感谢呢 吕冰老师 带给我们大家这道呢 简单易学好吃的 美味佳肴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了 拜拜 细致贴心的小路子 擅长中式家常菜肴的同时 也不忘推荐简单的小甜点 不可错过 明天的御苏